請收看 為心世界 用心看台灣 全民健康保驗 山高污染世間塵 傷不忍興奮清淨 紅菌老祖法全圈 中華三祖的流泡 滿顏子孫一萬年 各位善信大德 閒事同修 大家好 歡迎收看 全民健康保健 為了要確保全民健康 讓大家更知道保健身體正確的理念 我們特別邀請台灣最優秀各科專業醫師群 來關心大家身體健康的問題 增加健康的專業知識 帶給社會 家庭 每個人都能夠平安 健康 快樂 今天非常高興我們邀請到的就是中山醫學大學複社醫院 中西醫療整合科 吳東謙 吳醫師 吳醫師 你好 主持人 您好 各位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中山醫學大學複社醫院中西整合醫療科的主治醫師吳東謙 大家好 吳醫師 真的看到你的時候 我相當的詫異 因為總覺得你好像是大學生啊 這個非常的年輕 而且看你的身材也是秀氣 而且滿臉都是書卷氣的 會在這個中西整療科裡面當醫生 實在是也不簡單喔 在我們的感覺 我們總是認為說如果是中醫的話 要很魁梧的 而且比較粗獷一點的 那因為現在可能社會時代的不同了 所以也什麼樣的心智讓你覺得說你想要加入這個中西醫的整療科裡面來 現在的社會對於一個醫療的 隨著一個醫療水準的進步 民眾對於醫療方面的要求其實越來越高 是 沒錯 所以呢 我會 我想 我其實過去是學習一個復健醫學出身的 是 是 是 那可是我想要對於患者給予他們更大的一個幫助 更大的一個 值得的一個協助與治療 是的 是的 所以我就想要從中醫的部分來進行一個深造 然後再結合我過去對於一個復健與西醫方面的了解 把兩者一起給結合起來 是 那希望可以帶給患者更大的幫助 哇 這太棒了 這個復健其實要到我們的這個經絡啦 人的骨頭啊 關節啊 很多地方的環環箱口 都是要清清楚楚的了解 是 如果您現在剛剛說的你的志願希望說幫助更多人 那再用中西醫診療科再去做研究 那你不得了啦 可以幫助很多人 真的就是要讓大家知道 我們台灣現在除了醫療進步之外呢 很多的醫師呢 其實也懂得為我們的社會來付出更多的服務 讓自己的專業呢 可以再來發揚光大 這是大家的福報喔 是 因為現在人真的問題太多了 不過我們知道說 我們古代的這個醫療就是以中醫為主嘛 那但是呢 這個中醫啦 當然就是看到人 那醫生呢 來這個辯證 再來論治嘛 是 所以那時候我們常常呢 會朗朗上口說 啊 中醫呢 就是呢 萬聞問切嘛 是 所以現在呢 這個很自然又獨特的方式 到現在依然還存在嘛 是 其實所謂的辯證論治 或者是包括我們的萬聞問切 到現在依然還是在中醫上面非常重要的一環 只是現代的醫師所面臨的一個醫療環境 會比過去還要來的更加的挑戰一些 因為台灣的醫療太發達了 而且民眾對於自己的健康 有的越來越高的一個期許與了解 所以只要有不舒服 民眾大概就會就進來就醫來治療 那當然我們中醫所面臨到的一個患者 往往他所就診的科別 其實不是只有我們中醫 他們可能已經同時看了相當多個科別 那他們也會把他們在其他科所面臨的診斷 來跟我們討論 那如果說我們對於一個現代醫學 都完全不了解 還只是照著古代的典型 那這樣的話 我們不僅無法解讀病人的一個問題 甚至我們連什麼時候中醫擅長的部分 或是什麼時候是超出中醫所能處理的部分 我們都沒有辦法給予患者治療 那更不用說更進一步的 同時結合中醫跟西醫 兩者一起來幫患者治療 所以我們現在的一個中醫 對於在學校教育方面 對於一個西醫方面的訓練其實是相當的扎實的 那更不用說像我們的醫院是一個醫學中心等級的醫院 那我們的醫師從住院醫師開始 也是要持續地在西醫各個部門來進行一個受訓 甚至培養出自己的一個第二專長 那所以我們在 我們認為不論是我們的病房的匯診還是門診 我們只要有跟西醫有相當的 跟西醫覺得有可以共同處理的部分 其實我們現在的討論是跟西醫的互動是相當的密切的 那當然我們要跟西醫的對話 跟他們有共通的語言 那所以現在一個共同語言就是現代醫學 是 所以我們要把過去的中醫 盡量以一個可以用西醫解釋的方法來理解 然後用西醫解釋的方法來跟不同的民眾 或不同的一個西醫各個科室跟他們溝通 這樣他們也可以提升對我們中醫的信賴 不要老是說中醫都是在講一些陰陽五行 或者是講一些筋骨 橋 對 不過應該說我們要把我們過去的這些治療 可以達成什麼樣的一個生理病理學方面的效應 跟他們溝通 那他們也會比較願意來跟我們進行一個合作 更不用說對患者有跟他的一個幫助 是 沒錯 這個聽起來中西醫療本一家 但是就是說各有各的專長 如果把這兩個專長合併起來 這個對人體的關懷 健康又更透徹了 我相信現在目前在我們中山醫學大學附射醫院的 這個中西整療科的團隊應該是很堅強 可以簡單的介紹一下 是 我們現在在我們的一個中醫的部門 總共有七位主治醫師 那分別包含了內部的次磚科 也分別的包含了所謂的內科系 婦科 兒科 針灸 傷科 各個層面都有包含 那另外還有了四位住院醫師 跟現在十一位的實習醫師 那還有在我們這邊所受訓的一個負責醫受訓的醫師 也是將近十位 是 這個陣容還是非常的強大 不過我們說到了剛剛有大概 談到了就是說我們中西醫療的整合的 這個真實的目的在哪個地方 但我知道就是說如果在醫院裡面 是西醫的來看西醫的 但是呢或是有些人是來看中醫的 在什麼情況之下你們會互相來做一個交流 互相把這個患者他們的這種情況 來做一個互補的功能 是 對於現在的中醫師來講 要了解自己的極限 還有了解自己中醫能處理的一個範圍 是非常重要的 那當然不只是中醫 對西醫來說其實也是這樣子 很多患者他在經過他來求診 抱怨他有各種的不舒服 例如說頭痛或者是失眠 或者是身體不明層部位的一個痠痛 那他透過一個西醫以一個嚴密的方式 邏輯來進行一個檢驗 那往往可以找出它是什麼下面的異常 但有許多患者 即使您幫他把他的這個異常給處理了 他的很多的數值標準都相當的 都達到一個我們所認為的一個 沒有症狀的一個範圍 但他還是會覺得不舒服 那這種時候就是西醫他們都會滿願意來跟我們的 就是中醫進行一個搭配 不過當然這個前提也是必須 我們要跟他們有著良好的配合的默契 最起碼要了解這個患者的情況 然後才知道說要怎麼樣跟他來做一個最好的醫療服務 所以有人提到就是說 如果他也看了西醫也看了中醫 這邊西醫也拿藥了 中醫也拿藥了 到底要怎麼樣吃啊 因為這個藥好像不能夾在一起 一個中一個西 到底要分隔的時間要多長 那關於這個部分 其實在過去像是那個中國醫藥大學複社醫院 或者是奇美醫院 或者幾家大的醫學中心 針對一個中西藥的交互作用 都有做了一套相當嚴密的一套的一個研究 拿來判斷哪些藥物合在一起吃是會造成有風險的 哪些藥就是需要一定間隔的時間 讓它的代謝作用做間隔開來 那當然站在患者的立場 我們希望讓患者可以盡量的簡化跟 不要給他們太大的一個負擔 所以我們都會跟他們說 如果同時有服用中藥跟西藥 那中間至少間隔一個小時以上 是 至少一個小時 那當然如果有些患者 他的症狀比較複雜的話 那像不論是我們在住院的患者 甚至有時候門診 我們也會進行一個聯合病例討論 那我們都可以對於中醫跟西醫所幫患者 開立的一些處方 就是一起列出來 那任何有疑慾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現場互相的討論 是 是 所以我們由此呢 就是很感謝的就是吳醫師 在這個中西醫的這個診療科裡面 真的可以把這個事情 讓大家清清楚楚的了解 而且不是只有醫生在努力 其實這些屬於藥的這個部分 也是在研究 什麼藥跟什麼藥在一起 可能會產生什麼樣的情況 盡量不要讓我們這些已經生病的患者 在沒有專業知識這一方面 再增加負擔 我想這個是最上層的一種醫療了 不過我們可以知道 人就是不能不運動的 但是要運動又怕運動受傷害 有些人說好久沒運動 我運動一下以後 這邊反而痠 反而痛 甚至哪個地方不小心就拉傷了 像這種運動方式不對 或者是你在很久沒運動 結果一次非常的激烈就把運動到夠 這應該都是不對的吧 沒錯 過度或者是過度超量 或者是都不運動其實都不好 如果我們的目的是要讓患者 以一個改善他們的健康為標準的話 我們要讓患者的一個運動的強度 運動的時間都需要 都要有一定的一個標準 那盡量讓患者 可以達到一個身體健康的目的 然後又不會造成他的一些身體上的負擔 是是是 所以我們一般說 你這個是運動傷害了 什麼叫做運動傷害 然後一般人常常發生的錯誤是哪一些 你可以跟大家提醒一下嗎 是 那在提運動傷害之前 要先講一下 我們應該說 一類會來尋求中醫協助的患者 其中包括一個筋骨痠痛 算是很大的一個範疇 也就是我們中醫通常把它算在的骨傷科 那運動傷害算是一個骨傷科其中的一個刺磚科 是 這類的患者他們顧名思義 他們是由運動然後所帶來的一些損傷 那這些的損傷跟一般人日常生活 常見的一些腰痠背痛會有相當顯著的差異 最大的差異在於受傷的部位跟受傷的形態 是 那像一般人常常見的一些慢性的一些 肩脊痠痛或者是一些腰痠膝蓋痛 大部分都是源自於一個長期一個姿勢不良 或者是姿勢的一個過度使用 讓我們一些維持姿勢的一些肌肉過度的勞損 造成的一些發炎 是 半損的一些後續問題 那運動傷害他們通常所 患者會受傷的位置都是在他們從事一些比較大範圍的一些動作 例如像是以棒球投手來說 棒球投手我們一般人也會稍微丟東西丟個垃圾 可能像這樣丟都不會有什麼問題 但棒球投手一次頭是時速130 140 而且這個手可能還要一個區域變化球 沒錯 那他用的肌肉也是一個比較大的充滿爆發力的肌肉 那有些時候他們肌肉那個收縮過度 或者是協調的時候 這個一個協調性上面出了一些問題 稍微拉一下 他所受傷的範圍就會在一些比較 一些比較偏爆發力的一些肌肉 然後他的受傷的程度也會比一般的一個 一般的一個慢性的勞損來得更加的嚴重 那再來 運動傷害的患者他所要求的一個目標 跟我們一般慢性的一些筋骨痠痛 又會有一點不一樣喔 對一般人來說 他的要求是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 不痛 甚至是日常生活中不會影響到我們的生活的不便 這樣就夠了 是 那對於運動員來講 如果他今天一個運動傷害 我幫他治療說日常生活不痛了 這樣痛的人都他們還不滿足 他的目標是在他們再回去運動當中 他的運動過程當中也不會彈痛 他的運動員 一般民眾的一個生活保健的運動也是這樣子 就像剛剛主持人所提到 有一些患者平常沒有運動習慣 突然開始運動 像平常跑那個沒什麼走路 或者是過馬路稍微跑步一下 跑個幾秒鐘沒事 他如果持續跑個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甚至到兩三個小時 現在一個路跑盛行的狀況 他們一個長時間的一個肌肉的一個勞損下面 他們就會造成一些臉帶的一些 一些過度使用的一些勞損的一些問題 那所以對於這些 我把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不會疼痛的標準 定為大概60分好了 運動員的話他們的標準60分不夠 他們要到80分甚至90分 也就是強烈運動下都不會有這方面的問題 甚至突破極限 像是一些頂尖的運動員 都是爭那麼一點點的一些極限的表現 那所以這兩者在處理方面 所要求的就不一樣了 也就是說我們必須以更加 更多個方面來審視診斷患者的 哪邊的一些缺失 把他任何身體的狀況都塑造的 都接近於一個正常人狀況 甚至還要把他所缺失的部分 像是比較不良的一些肌肉的力氣 然後把他給訓練起來 這是需要相當多個專科一起整合起來 可以達到的效果 聽到這個好像感受很大 但是為了健康不得不細心 沒錯 所以這個就是在我們中醫的望聞問切之中 你可能要說明得很清楚 讓我們知道 但是一般人我們覺得就是說 當我扭傷或者是不小心受傷 或者是運動很久沒運動 一次給他運動到夠了 這是可能膝蓋或者是腰椎的地方 會有痠痛 很多人這個就有一個疑點 譬如說我今天請到我們吳醫師來 我們就知道說什麼時候該熱敷 什麼時候該冰敷 有些人說你這個要冰敷 有些人說你要熱敷 這兩者之間對我們來講 我們是一致半截情況之下 有時候為了這個冰敷熱戶而受到傷害 是 那其實關於冰敷或熱敷 這個觀念隨著一個時代 其實也 這個其實也不斷的有蠻多的爭議 甚至隨著觀念隨著時代 其實慢慢的也有一些轉換 是 那我以一個現在最新的一個 醫療的一個概念 還有結合西醫的 還有結合傳統中醫的一個看法 我們一般會認為 患者如果是一個當下一個急性的扭挫傷 這種創傷 所造成局部的一個強烈的紅腫熱痛 就是腳扭到腫了一大包 這種時候冰敷對患者來講是有幫助的 有幫助的 那甚至不只是冰敷 包括像中醫傳統所謂的清熱消炎 也是應用在這種時候 吃的 吃的或者是外用藥 甚至是包括其他的一些外刺法 外用就是這個藥膏之類的 對藥膏 一些只要清熱消炎的部分 都是對這種急性起幫助 會比較大一點的 那當然如果患者今天 他的一個紅腫熱痛 已經顯著的降低 那可是他還是局部 還是找一些慢長期持續性的疼痛 這種時候熱膚對患者來講 就比較有幫助 就是一個熱膚所能達到的效應就是 增加局部的血液循環 附近組織的修復 那如果是以中醫的名詞來看的話 就是活血化瑜 我們透過一個活血化瑜 改善局部的一個氣血的流動 然後來增加局部的一個組織的修復 所以大概我都會 那如果說要以一個很硬性的時間的話 我都會建議大概是 大概受傷的兩天之內 如果受傷48小時之內 局部的一些明顯的紅腫 比較顯著的話 可以搭配一些冰膚 那如果說是已經過了48小時 或者是局部已經沒有摸起來 特別的一個發炎 腫熱的話 那這個時候熱膚對它是有幫助的 剛我們吳醫師提到這個 即興的時候就是說 本來沒有 後來因為你扭傷了 變成突然發生了叫做即興 那為什麼在這個時候 是不能去做推拿的 有些人說我扭到了 快點去推一推 瞧一瞧 或者是在做一些 我們的民俗療法的一些 這有什麼樣的 特別要注意的地方 我打個比方好了 如果今天我正在生氣 在氣頭上 我今天一肚子一肚子火 這個時候你跟我講什麼任何好的建議 我可能都聽不進去 完全聽不進去 我聽不進去 你跟我講的話再怎麼有道理 我聽不進去講的 因為我正在發火上面 那如果您等我氣消了 我比較可以心平靜河 再跟我來講一些道理 這個時候我就能很好的 仔細深思您的一個想法 那這樣子對我是比較有幫助的 同理可證 如果今天我是一個關節 一個急性的發炎腫 這樣一個你有錯 這個時候它局部 它是呈現一個 那個肌肉都相當的一個緊繃 筋膜都張力都相當的強強勁 這個時候如果你對局部 要再做一些比較刺激性的一些手法 先不論能不能達到我們所原本預期的效果 包含就是一些錯位的整腹 或者是一些緊繃肌肉舒緩 你局部的治療的過度的手法刺激下去 它當場只會讓它的一個緊繃的肌肉 發炎得更加的嚴重 甚至一些手法施力不當 它反而會造成它的一個緊繃的一個 組織的一個二度的一個損傷 是 所以說這個時候呢 其實不是說不能做幫患者做一些手法 只是你對於它的局部的部位 應該以舒緩為主 是 不過您可以處理的手法是來處理 它比較遠端方面的一個問題 像常常看到患者 它的一個腳踝扭傷 扭傷的一個 就是冰卡多 對 冰卡多 一個冰卡多的一個過程當中 局部腫脹的很嚴重 可是它往往扭錯的當下 它其實受損的不只是只有腳踝 它的受力沿線一路影響到上來 已經牽引到了全身 對 甚至可能它的骨盆 上去有一個前頸或一個扭錯 腰椎的一個翻身 導致它從上到下一整條的一個 筋絡筋膜的一個緊繃 這個時候你對於它遠端沒有發炎的部分 您如果是做一些手法來進行一些整腹 或者是進行一些放鬆 患者是有幫助的也可以做 只是對於它的一個局部的一個腫脹的部分 我都是建議以一個溫柔的手法 甚至是以一個外用藥 或者是不要去局部刺激 就患者會比較有幫助一些 所以其實這個應該是看情況 然後還要專業度夠 像您學過復健了 然後再來進入我們中西醫的診療 我相信這個手法上面會比較細緻一點 這樣子有些人說 我的青菜來找這個人來給他瞧一下 有些人就是酒瓶呈涼衣了 也來幫個忙吧 結果結果最後是幫得到忙 所以在什麼情況之下 我們中醫對這個運動傷害 譬如說要多久才能去做一些推拿 要多久才能說針灸 或者是有一些像這些的這些診治 我認為如果是你局部受傷的地方 標準還是像我剛剛所提到的 他局部已經沒有那些明顯的腫脹 然後他局部的一個活動的那些緊繃的感覺 比較沒有那麼強力的時候 那這種時候你在對局部要來進行一些 不論是手法還是針灸會比較有幫助 也就是以一個生理學的 或是病理學的名詞 就是他進入所謂的 從急性期進入所謂的雅急性期 或者是慢性期 那如果在他的急性期的時候 要幫患者進行一些手法或者是針灸 我都會建議從一個遠處的部位開始治療 遠處 這有幫助嗎 有 以前我們聽說 什麼脆脆的大會兒 這個也是有牽引的地方 是 那在中醫的古籍上面 把這個叫做所謂的上病下去 左病右去 就是我們像今天什麼頭痛一腳腳痛一手 是啊 這差太遠的地方了 當然是有效 有 那這個部分其實並不是只是中醫 單純的中醫古籍 那也是有透過一個現代的一個臨床實驗來進行 其實包括我自己的研究也是以這個方面為一個專長 是 那我們透過在於以一個經絡為一規 從一個 從一條經絡的部分 從遠處的部分來給予一些針灸或者是刺激 其實對於一個遠處的部分會很有效的一個改善 那就好像我今天塞 那個今天塞車塞在馬路當中 那我旁邊都是車 這時候我怎麼的按喇叭 前面車它不是不想動 它也卡住了 是是是是 反而是一個交通警察從遙遠的部分把車流一直分散 分流回去 對 那這樣的話慢慢我這個部分的車流量減少 我車子就可以開 所以我們今天真的很高興邀請到的就是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西醫整療科的吳東謙 吳醫師 今天謝謝你共進出這麼多的智慧 謝謝感恩 謝謝 同時也感謝收看全民健康保健 身體是我們自己的 所以呢 我們呢一定要尋求專業 當我們遇到問題的時候 您才可以百發百中 來保護你的身體 謝謝收看 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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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ş 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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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et 在會 在會 ي